早安,欢迎你来到我跟上帝的咖啡时间 希望大家都很好 最近听到很多的家庭都面对很多的恐惧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真言三 21到26 这段经文像真言中的许多的经文一样开始 颂养智慧并鼓励我们去追求它 具体来说我们要要求寻找智慧 当我们找到它时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它 第22节给我们如此热衷的去追求智慧的原因 智慧的从衡利益 换句话说智慧有益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以及我们与邻居的关系 我们知道索罗门王的世界跟我们世界一样充满的恐惧 这是一种安慰 对我们观看的电影 有任何检查都会显示 我们对恐怖和灾难的一个很深地的一个恐惧 我们如此的深切的害怕它 它已经有自己的电影类型 但基督徒招呼原理突乎事件的恐惧和恶人的消灭 我们不于居服于恐惧 而是要获得信心的安慰 具体来讲智慧会经常的提醒我们 主是我们的信心 将来也是我们的信心 你的信心是你跌倒时伸手去拿的东西 是你遇到麻烦时第一个直觉 当我们陷入恐惧时 智慧会让我们抓住上帝 然后我们会将成自信的基督徒 不是骄傲和罪恶的自信 而是快乐而公义的对待上帝充满信心 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充满的信心 有这个智慧是从上帝而来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哦 拜拜 明天见